在俄罗斯就有着一群这样的小伙 每天变着花样探索生活中的未知数 比如在前段时间 我们见识过老外准备一千个橘子 看看放进榨汁机后能榨出多少果汁 你说说 它们是闲得无聊还是闲得蛋疼啊 可对于类似的实验并没有结束 老外今天又想知道 要是准备一百公斤苹果 那么又会榨出多少苹果汁呢 嗨 有钱人的实验啊 那我们就去看看吧 为了效率更加快 小哥准备三台不同的榨汁机 然后一旁都准备一大碗苹果 一切就绪后 三人便开始神一般的榨汁操作 瞧着这认真的态度 还以为在比赛类 不过不难看出 最右边小哥是最快的 左边小哥则是最慢 但他才没骄傲 一碗榨完接着下一碗 就这样大约两小时过去 100公斤的苹果大功告成 把果汁全部倒在一起后再一撑 让人意外的是 这苹果汁竟然有足足46升 对于这结果就问你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好了 视频的结束 我们来玩个小游戏 你要是在评论区打出这个字 那么我就叫你爸爸 喜欢我就点击收藏和关注哦 每天给你分享不一样的有趣视频